这个特伦斯曼呢 外界当时也普遍高估了 什么特伦斯曼呢 天赋异禀啊 在快船队啊 破售重用啊 未来前途无量啊 再序约千万年薪呢 就这样的 只是千万年薪呢 首先一点呢 他不是纯正的奉献体型 个人不算太高 看着受了卡几的 而且呢 大灵犀人 对不对 第一顺位出身 第二轮 总计将近五十顺位 才被选中 康康比霍顿塔克多少强一点 他跟霍顿塔克相比呢 我认为啊 基本上算是怼个平 哪有那么有秀呢 关键时刻经常无脑乱干呢 只会拦下吐破呀 什么所谓的美其名月冲击力 经常都是乱打啊 这个特伦斯曼呢 远色准型呢 长期不靠谱 没有十足的火力威胁 靠着拦下吐进呢 防守端呢 体格也不够硬朗 贯彻无限坏防呢 康康勉强可以用一用 也不是那么处色什么防守大招 身体天赋在那摆子 并不是那么强悍 他跟霍顿塔克相比呢 霍顿塔克呢 就是属于那种 精神属性 我感觉霍顿塔克 多少比特伦斯曼呢 还稍微强点 比特伦斯曼 特伦斯曼这个能力不大呢 脾气不小 在厂商行所呢 感觉自己四个腕 外界稍微吹捧一下 说你前途无量了 他这是响心了 厂商经常发脾气 看没看到之前那一场比赛 险些坏了大事 被对方呢 稍微搂一下 冲过去就要打 说他你这样的 就是有这种 难以控制得住的 内心火爆的 这这么一面了 场上的不稳定变速 这点不得不说 霍顿塔克呢 有时候受到一定委屈呢 往往按前按比 而且从面容表情上呢 能够看出霍顿塔克 多少比特伦斯曼呢 要更加扎实 更加谦虚 你这么一看呢 就仅就精神属性角度 霍顿塔克比特伦斯曼要强 特伦斯曼呢 有事可能说就在于 防守比霍顿塔克 稍微硬点 对不对 稍微硬一点 但俩基本半斤八两 未来都基本上没有什么前途可言 包括特伦斯曼也一样 尤其这场比赛 关键时刻呢 坏了大事 你是怎么讲呢 这会儿保罗乔治 或者说呢 小莫里斯 再不计什么拉乔龙多 雷吉杰克逊呢 这些位真是我看到几回的 往篮下抢傻 都有这种资格 唯独你没有资格 你是个二轮出审的 低岁小年轻人啊 在队内可以说你资历最浅 你这会儿抢什么羊 耗什么胜呢 这会儿啊 我非得站到头面呢 关键时刻接到球之后 看到几回啊 这会儿立功的信切啊 冲到第一线呢 本身有点抢戏 这个球员就是说 关键时刻呢 他做法并不明智 篮球智商底 换句话讲 再者一点呢 你从篮下也可以啊 这球哪怕被盖 那也就仅限于篮球智商底 对不对 被盖啊 问题是呢 你腾痛之后啊 你又畏畏说说 你要了解 这是关键时刻的致命一己 这么一个关键回合 你背盖不可怕 就怕你中途呢 改了主意了 上了一半呢 突然之间撂怂了 就开始往外传了 打得让人憋气啊 就这个特伦斯曼 未来基本上也毫无前途 一场比赛能够看出来 这个指字也相当底 特伦斯曼 其实你仔细看那球回放啊 特伦斯曼如果说 他没有选择船的话 而是往来下就是 勉强我出手的话 稳稳能进的 他就怕这个东西盖他 说白了最后那一个阶段 被盖不可怕 对不对 被盖还有可能想上呢 你怕啥呢 往外传 你知道你脑后是谁啊 说白了他那会儿 已经没有明显的脑后视野了 纯属甩锅行为 什么这个 我感觉身后好像说 八童母啊 哎 耿进了 人家耿进也是跟 跟抢前场篮板 对不对 那不是说接你的果子 他这个 就那一群明显 他是没有脑后长眼的 突然之间就往后一甩 眼看他可能说 听脚步声啊 听动静啊 八童母可能说 在身后 那就往外随便甩了一把 说白了就是 这要不怎么就我能飞呢 就是关键时刻 你要么你就冷呗 对不对 关键时刻你上篮 你都已经吐进去了 为什么不强上呢 你既然说你有这个担当了 关键时刻你想表现自己 那你得有始有终啊 不能半途而非啊 往后随便甩锅 这纯属甩锅行为的 就最后是个不敢上了 打铁听着想着也可以啊 八童母上就是冲响前场篮板 不是跟你打配合的 你这个空间已经获得了 关键时刻掉链子 这个年轻车呐呢 说白了 球队这个作为主教练呢 应该杀一警百 下一场比赛 除非万不得已 颠癖 你对不对 你干什么玩意儿 这关键时刻天王山子弹 最后一体这是巨型舞台啊 你上去抢什么戏呢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